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件词 不是 那您就说说它 它到底是不是大宋朝的真品呢 刚才我怎么说来的 传世真品是极为少见 今天您要是把一件老东西放到我这儿 我还得感谢您 您让我长眼了 您 您的意思是 房品 房品 是民国的房品 现如今您在报和寺 能抓住民国的东西 就算您捡漏了 那这东西到底值桌钱呢 这就要看这件东西跟谁有缘了 您万一碰上一个冤大头 他喜欢这个 人家愿意出十万八万的买它 您能说他一点不值吗 欧阳先生 您 就给个准话 这个物件 到底值桌钱呢 我们古安行可以古安行那规 不是 您我我 算我求罪了 您就干净麻烈的 您给我 您给我估个件成不成 您这不是男的有了吗 也就是个三五气 行了 反正也没赔钱 我就说嘛 这好事 怎么就砸在咱们头上了 凭什么好事 就不能砸咱们头上 房品 你看看 幼色 开智 挂红 说了您不懂 房品 房 凭什么是房品 你跟我上上什么呀 两万块 我花两万块钱买的物件 凭什么他这就一转眼就三五千了 多少钱 两万 好啊你 陈自强 你就这么败啊 买的这个破玩意儿你花两万块钱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这白家子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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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巧 这是下班了 是 我是来专程邀请您的 我们董事长专门订了酒宴 希望您能够闪光 这个恐怕是不好的吧 李先生 我们董事长说了 他非常欣赏您的人品 想跟您做个朋友 我想李先生这点面子还是应该给的吧 不要这个样子讲话呢 我不敢当的嘛 是吧 那个 你们董事长在什么地方 开边司机饭店 那还蛮远的哦 我开车送您去 等吃完饭呢 我再把您送回家 不用不用不用 到时候我打车回家就可以了 我打车回家 李先生请 好 李先生请便 随便一点就可以了 牛排吧 牛排你喜欢几成熟呢 稍微熟一点 我的胃不是很好 那就凄成熟吧 您稍等 李先生 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了 谢谢你 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 李先生 为了你加入公司的事情啊 我们开了一次会 经研究决定 只要你啊 加盟我们的公司 将任命你啊 为技术总监 享受呢 总经理的待遇 另外我们了解到 你的女儿入学呢 还有些困难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我们将负责安排你的女儿呢 到师大副小的母校 派呢 专车接送 李先生 这回 你感受到了我们邀请你 加盟的诚意了吧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我们将负责安排你的女儿呢 到师大副小的母校 派呢 专车接送 干吗呢 还没想明白啊 看你一点事 把你愁成这样 话不能这么紧啊 我现在手头上有这么多项目 那是会给公司带来麻烦的 不然人家是会做我的伎俩骨头 那你说怎么办 这么好的条件待遇 关键人家还能解决你一个问题 你该不是想要放弃了吧 我当然不可能了 我为什么要放弃啊 我现在寒窗骨头这么多年 我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 那不就结了 你呀 什么也别想 你呀 明天一早回公司辞职 好 好 好 睡觉 干吗 一惊一乍的 别听啊 杨阳 我还是觉得不妥 这么多人跟我在一起工作 我这突然把他们扔下了 我就心里头吧 你一个大男人的 你还有没有个准主意啊 睡觉 什么 你 我说李大慧 咱们做人不用这么干吧 你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你要是走了 公司这些项目怎么办 我怎么办 真是对不起张峰 我 我的确是为了我的女儿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实在对不起 张老 怎么了这是 王八蛋 这不是欺负人吗 李大慧终于没扛得住 龙威公司的诱惑 被他们挖走了 李公 你真的忍心忍下我们走了呀 对不起 我爸 是为了我的女儿 我实在是没办法 李公 张总请您过局的 实在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吗 抓你时间工作 大慧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大慧啊 刚才我和我的合伙人 都通了电话 几个人一直认为 公司绝对不能帮你走 嗯 张总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几个人 经过商业以后决定 龙威能给你的 我们全都满足你 孩子的上学问题 还有配车 那都不是问题 甚至 我们要超过他们给你的待遇 他们让你做技术总监 我们给你的位置是副总经理 并且给你陪陪秘书 怎么样大慧 这样的条件 你没有理由再走了吧 以后你就在这里办公了 怎么样 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 我马上让人去办 不要 不要 张总 我我我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我好像拿龙威公司来要挟我们公司一样 我我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大慧啊 你放心 这都是你应得的 来 坐在副总的椅子上 找找感情 不要了 还是你坐嘛 我坐了你的椅子 那我的椅子你来坐呀 我不敢不敢 我我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开玩笑 李公啊 哦不对 现在应该叫李总 副 应该加个副 好好干吧 你放心 你为公司所做的一切 我和我的合伙人心里都有数 我可以跟你保证 以后你在咱们公司 会虔诚无量的 李总 哦 那个是副的 哦 对了 小王啊 以后就是你的秘书了 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接安排好了 哎 小王啊 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 拿一张名片的样板 马上给李总一名片 好的 行了 你忙吧 哎 那个 张主啊 那个名片不着急印啊 李总 这是我给您订阅的报纸和杂志的单据 您签个字吧 我签字啊 嗯 好 给您笔 哦 Alt 啊 签哪儿 哦 签这里 好了 谢谢啊 李总 你别客气 有什么事 再招呼我就行了 不客气的 不客气的 我先出去了 好好好 manifestation 满馆 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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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杨阳 我当官了 这个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办公室的电话 要是你下次找我 就直接把电话打到办公室 就可以找到我了 小王啊 客人已经到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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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提前了半个小时 你这样 你陪他们先喝喝茶 好吧 吃饭啊 吃饭就让他们吃一点工作餐吧 现在时间很紧啊 等完成了任务之后呢 我们再好好地招待他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那你辛苦了 一会儿见啊 好的 这个小王是个女秘书 蛮能干的 再过五分钟 我的车子就在下面等 那你当副总经理 是不是以后星期天都得加班啊 那你看这个工作总是要做的嘛 原来负责研发部一点点嘛 现在是负责整个的工资啊 你说要是不加班加点 那怎么才能把工作干好了 二手 我今天晚上 就不到家里吃这个青菜豆腐档了 哦 张老师 我打扰一下啊 那鞋不可啊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办公室的电话 以后你要找我啊 可以直接打我办公室的电话 我也要 好的好的 要这想爸爸啊 就给爸爸打电话 好吧 记住 打办公室的电话 哎 就会找到爸爸了 好吧 好记住了 喂 副总经理 姥姥 爸爸当经理了 好了好了 赶快去写作业吧 啊 妮妮啊 那个听张老师的话好吧 嗯 那个张老师 那 我去忙了 哎 你那女秘书漂亮吗 蛮漂亮的 不仅年轻而且漂亮 还很关心冷诺 你别说像这样的女孩子啊 真的不多见 你别赶时忙啊 别催我把秘书变成小蜜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啊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啊 是聋鲁不惊 我这个人是坐怀不乱 我这个人呢 行了 行了 人都是会变的 别吹了 我是不会啊 你想想看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啊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跟你讲 你不要乱想啊 我是什么样的人品 你是很清楚的 我就是要给你提个喜啊 嗯 人家都说了 这男人啊 但凡手里钻点小权力就会变 你在外面的时候别忘了 你是你你的爸爸 还有老婆呢 呀 杨阳 你就放心好了啦 哦 对了 那个 你去买一双那个长筒丝袜吧 我觉得那个 配那个黑色的裙子是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你说什么 都买一双长筒吧 哎 要要要要黑色的 黑色的 哎 我我我来我来我来 哎 方大妈 哟 小李啊 哎 你这是去哪里啊 我买菜去 那你上车我我带你一段呢 不用就几步路 我是去上班 哎 这是我的车子啊 有司机来接我 哦 好好好 那个方律师是不是出差去了 对了 你要有什么需要呢 就给我打电话 哎 我随时可以用车子的 不麻烦了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片啊 哦 上面有办公室的电话 呦 您还经理呢 哦 是副的 副的也是经理啊 真能敢 我上班去了啊 我要赶时间 好 方律师回来啊 一定叫他给我打电话啊 哎 行 我叫他打 哎 开车 啊 再见啊 哎 好好 再见方大妈 哎哎 方律师 这是怎么搞的嘛 啊 法院怎么说厂家 又不承担全部责任呢呢呢 他们要是不承担全部责任 那我怎么办呢 现在乱七八糟算下来 才给十二万块钱 啊 那要是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那我还不如不打这个官司 你想想看了 差了将近整整八万块钱 八万啊 方律师 你 你是怎么搞的嘛 你先别着急 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咱们还有上诉的机会 那 那是最后还是这个结果怎么办呢 我向你保证最后 不会是这个结果 这件事责任百分之一百 就是厂家的 他们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那人家法院为什么说 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么还得去寻找新的证据 哪会是你的事啊 方律师 你 你说你要是不行的话 你为什么要接我这个官司嘛 行了 你先别着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成吗 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律师费也免了 怎么样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喂 哎呦 哥哥 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喝闷酒呢 我昨天怎么哪儿都能碰着你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还不是你房子那点破事吗 那点破事你还好意思说啊 爸 我问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要不行 我给他从找一律师 不就一离婚案呢 看你办呢 各位 你是不知道 那女的老公有多难缠 他社会关系有多 我容易吗 我办这事办得特别难 你能给我说这些破事啊 办 各位 情绪不对啊 官司办得不顺利吧 怎么不顺利 顺利呀 行啦 爸 深圳我多熟啊 我早就听说了 哥哥 你这次可能要栽到深圳了 我说你废什么话呀 不就才是一衣衫嘛 吃什么呀 一衫 服务 我猜到哪儿来 来了啊 都没啊 快进来 不了大妈 我马上要到教育局办事呢 您瞧 水卡和电卡都给您拿过来了 电也给您冲上了 您就拿着那张卡到卫生间 去插一下那个冲热水的表槽就行了 瞧又麻烦你 别客气大妈 方律师不在 我顺手就办了 行 大妈也不跟你客气了 你忙你的去吧 下午回来上这儿吃饭 大妈给你做点拿手的 不行大妈 我今天约了人谈事的 那行 那就明天 明天 您先忙吧大妈 我走了 别忘了啊 明天过来吃饭 走 那就这么着 回去呢 你跟你那哥们说一声 就说我这儿 最近有几件不错的玩意儿 他要感兴趣 可以过来看看 得嘞 前几天哥几个喝酒的时候 还念叨你呢 是吗 回去我就打电话啊 成 那您慢走啊 好嘞嘞 我送了吗 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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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哪 怎么这么巧啊 这声大味啊 您要不出声 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这干吗呢这事 我就是过来看看 没想到啊 你有这哑性啊 我可知道 干古董这行的 都是有钱人的玩意儿 你别在我面前在这儿装穷 没有没有没有 我干吗装穷 您也好这个 我没这也好 今天有个朋友叫我过来 办点事 刚才那是那人的朋友啊 是 我怎么觉得神神道道的 什么来路 哎呦喂 你 这玩意儿古董这行 不认识他 哎呀 全北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雷子 在这行人家可是个人物 大家 随便出手一件东西 都是正经玩意儿 那是我流言不识泰山龙 可不 雷子 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刘 好久没看见你了 非常高兴 是不是又倒过什么假东西了 你别胡说八道 都是真东西 走吧 凉了 一分都不能烧 你老家在哪儿啊 河南渔州 雷辉哥 好 喝茶 不用了 您交代我事我全给您办完了 梁叔说了这两天还请您过去吃饭 吃饭就免 骗子 这么着 你跟他 你 你装 你干吗 别装 你放手 别别别别 不是 你这至于吗你 你走开 我知道你们是一伙的 你什么京城名家你是 就是个骗子 把钱给我 给我 不是 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你少来这趟 我告诉你们啊 我这连队我看是散打冠军 最好别招我啊 招我现在把你们拟派手去 不是 那什么 你怎么能断定我们合着火骗你去 你问他 你再装个河南人 你再说 你再说一个就听就说 你 你放手啊你 我不说你 你给我老实点 真够黑着你 脸完块钱 你卖给我假瓷器 你孙子不孙子你 那什么 您别激动 您激动管用吗您 再者说了 你怎么能断定你手里那玩意儿 他就是一假货呢 他就是一假货 假货您原家卖给我成吗 你还蒙我是不是 我蒙你干吗 这么着 你把你手里东西拿给我 我立马把两万块钱拍给你 你给 拿 你走啊 拿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了 这钱我总算追回来了 得了 明天给人还了 我是看出来了 赚钱不是个容易的事 边边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彻底没钱了 现在 连买过期食品的钱都没了 咱们总不能让咱们儿子 在国外挨饿吧 真是 你明天把这钱换成美金 给孩子寄过去吧 那你占有怎么办 你不是说 人家也等钱用的吗 没别的办法了 明天我厚着脸皮 去找老脸长来 你明天说 赵总在吗 赵总出差了 他去哪儿了 南京 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没说 他是为新项目的事去的 可能估计得一周左右吧 好吧 喂 红少啊 那什么 那钱啊 我还得晚点还给你 不是 我 我知道你着急 我这不是正想办法了吗 你放心 钱也拿到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好好好 那就这样啊 李斌 你在哪儿呢 我找你有点急事 我啊 我现在 我在鸟巢附近呢 就是上次大包喝多的地方 嗯 那好 我在这儿等您啊 好的 就这儿 哎 好 嗯 那南城啊 没人会为他这点事冒险 好 这事就根本不可能 好 你回头跟他说一声 嗯 让他安正当程序走 行 那就这么着 好嘞 不好意思 大老友让你绕一趟 咱可有些日子没见了 怎么着 什么事这么急啊 不好意思 嗯 嗯 想跟你借点钱 周整周整 是为你儿子吧 哎 你呀 我就跟你说过 你就根本没这能力 怎么着 现在知道为难了吧 真是实在没办法 为了孩子虔诚 虔诚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这前程 我有一哥们儿 做点小生意 一年到头 累死累活 也就二十来万的收入 跟你一样 也把孩子送国外了 你猜怎么着 整整工了六年 自己呢 头发都快凹白了 可这儿子呢 人在新西兰啊 整天吃喝玩了 不学无数 整整工了六年啊 现在终于工不了了 孩子没这儿也回来了 你猜怎么着 这孩子啊 现在变得整个就一白痴 那 怎么会这样呢 跟国外学了一身臭毛病呗 一回国啊 什么都瞧不上 什么也干不了 整天琢磨着滑冰啊 打高尔夫啊 你说这不把孩子的前程给毁了吗 真是给毁了 不不过彬彬不一样 彬彬在美国啊 独自这个名校 而且特别用功 真的彬彬现在变化可大了 您别跟我说这个 我那哥们儿 当年就是这么跟我说来着 我说老陈啊 您说你要有别的急事呢 我肯定帮忙 但是这事不成 您这事不着急 这是自己给自己找累啊 是吧 所以啊 实在对不起 这年头啊 借什么都成 就是借钱不成 您还有别的事吗 我没别的事呢 我没别的事呢 那我还有别的事 去忙活忙活 那那行 那您忙 那行行行 好 回头见 嗯 陈经理 陈大经理 愣是没看出来啊 您可真行啊 屋里藏的有真东西 真玩意儿 以后有了真东西 想着哥哥点啊 我有什么真玩意儿 你看 跟我演戏了吧 我干吗演戏啊 我问你 最近是不是出手了一件 宋代的瓷皮给雷子 房皮 要是真的 我能给他吗 瞧瞧 要不说您有眼不识泰善呢 雷子买房皮 您买按北京城古王界 您打听打听 可能吗 哎呀 那可是这儿八经的一件 宋代军瑶的瓷器 虽然不是皇室的御用皮 却也是上等文人书房里的玩意儿 知道雷子标价多少呢 多少 拍卖行的底价就是四十万 有人出三十万他愣是没给 不可能 蒙我的吧 我蒙你干吗呀 行嘞 兄弟 你现在做这生意 比我炒股来钱快多了 我还听你哥们儿说啊 但凡是上了这个展示会的拍片 要在拍卖会上还有百分之十的上升空间 这一来一去可就是四十多万 您还跟我哭什么穷啊 我跟您哭什么穷啊 那东西我两万块钱买的 我两万块钱卖给雷子了 我这一出一进 分都没赚呢 您说的是真的 我要骗您我是您儿子 哎呦喂 您可真是啊 捧着一财神爷愣是砸给别人了 四十多万哪 行 雷子可真是一把好手 来来来来 不不不不不 您说得拍卖会这事 不是开玩笑吧 开什么玩笑啊 拍卖会的宣传作 我们家就有 不行你上我们家去看看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嗯 都不想唱 啊 嗯 对 你干嘛呢 你上厕所呢 这刚才啪啪的什么声音啊 蚊子 张家闻的彩路 这今天怎么怪怪的 谁呀 您呢 不好意思啊 跟我客气什么 进来 来 坐坐坐 怎么 什么事 吃什么 你不吃汤子 虫子羊 我想跟你谈点正事 您说 您说那拍卖会 它是不是个套 套 什么套 是不是假的呀 假的 不太可能吧 您想啊 谁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哥 您 您行吗 几十册上百册的册子都发出去了 到时候人都来了 你没东西 这不是吃饱撑囊呢 谁干这事 我问你 他说 您 您问问您那朋友啊 就是我那挂红 他那里多少钱要 怎么 你还有啊 就是拍卖的那个 那个不是在雷子手里吗 怎么成你的了 我这么想的啊 我先从雷子那儿 把那东西收回来 他不是还没拍卖呢 一趟房子 签了两分子 电场出现故障了吧 您非得让我现在拿出药材 你们涉嫌严重欺障 你现在有药 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跟人发魂听见没有 我们宝宝身体不好 这房子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出现了一方二脉的故障吧 哈 血就是幸福 哈 哈 血就是幸福 哈 血就是幸福 血就是幸福 就让要命的日子是说来话长 养花儿女上班 唯一的希望就是买她好房 细大的算盘里外都是银行 唯一的念想只想儿孙满堂 我误他误撞着总是实际上当 确定上了占便宜还得跟您抬杠 潮一水福费都等着找我接呢 您说的让我是从哪儿先忙 你也是业主 他也是业主 我也是业主 咱们大家都是业主 咱们大家都是业主 稍微给点尊重也就算知足 稍微给点包容也就算造福 你也是业主 我也是业主 他也是业主 怎么那么多的业主 多点关心爱护 让麻烦都解除 所以只有一个目的 而且就是幸福 解决这问题咱得缺了点时间 需要你们这个两户业主啊 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协商的 什 什么 我们房子拿不着了 你 您放心 哈 血就是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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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您抗的工作也来之不易 看着老板的脸子还得哭着 鸡毛蒜皮 还押护的收费总感觉像仇敌 但恶责人不如还得收拾又着急 不光工人工店 还得提供所有的方便 还得为少治安 情理所有的空钱 赶上明年半 咱要挣了几个钱 光管爱了谁呢 欺负的富贵有人可怜 你也是业主 他也是业主 我也是业主 咱们大家都是业主 稍微给点尊重也就算知足 稍微给点包容也就算知足 你也是业主 我也是业主 他也是业主 你不过点关心爱 或是让麻粉都解除 所以只有一个目的 和血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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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来 尚肴之一 和尚肴之文 和尚肴之文 愛就是幸福